我身邊是和風達布的隊長阿智 今天4比1贏了大中 感覺整場發揮整個球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對著一些實力相當的對手不容易 開端是不集中和比較慢 入球後會好一點 但過一半的長角色又是慢了一些 直到被人追回二杰比得近一點的時候 就開始醒來入兩球 保守回整個球 大家都要繼續留意 整體上其實你都是一群兄弟 其中有五個球員 例如你、阿嘉 五個骨幹、卡納等都是 下來踢,鬥著對球 那是否對於對球會有很大的幫助 一憑你的經驗最重要 經驗上固然不是重要 但我們始終都是在甲組裡面 踢開甲組的球員 對於訓練模式 甚至乎整個球隊的訓練模式 平時的習慣都很熟悉 所以帶著一些新加入的球員 和一些年輕球員 希望以我們的經驗帶領他們 去繼續在越組裡面真誠 最後問一下你 對於今年的升班 即是整天踢了兩場 都贏了 信心不是很有信心 聯賽是踢了很長 即是整個季的 現在暫時都是贏了兩場 都不敢說放鬆 去說很大信心 即是希望會繼續 即是我們逐場逐場看 每一場都去努力去真誠 令到球隊的分數會 即是往後會 那個升班機會會大些 好啊 不行 謝謝下次來